4号启动春节方案之后 机场每天都有大批返台旅客 Omicron病毒早就已经入境 这一周来就逮到了5例 但是Omicron到底是不是 某些专家所形容是耶诞礼物 接下来的发展引发全球关注 美国专家认为 Omicron跟Delta 两种病毒株的免疫特征不同 现在说Delta将完全被取代 还演之过早 另外英国研究跟发现 目前没有证据证明 感染Omicron比感染Delta症状轻微 但是Omicron确实传染力更强 更能躲过免疫反应 美国专家研判 Omicron后续发展有三种可能 第一是因为疫苗防护力低 减缓Delta传播的同时 让Omicron迅速扩散 第二是疫苗提供高度防护力 同时减缓两种病毒传播的速度 最后是疫苗提供中度防护力 让两支变种病毒并存 第三种最可能发生 但国内专家并不认同 虽然打第三剂能够提高防护效力 但是针对Omicron的疫苗 才是根本解决之道 在此之前只能牢记 并做好防疫三保 才能保护自己保护家人 记者谢鸿如王一仲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